你 一个琴师 有一个 琴师的那个手法 手 ув也都不一样 就是我刚才说的 十个手之后不一边齐啊 它这有几个音呢 是它比较爱用的 发 喜 一个发 一个息 因为那个京剧呢 对于这半音呢 用的不是很多 它都是比较准的那整音 这个发和息呢 是属于半音 好比说我给你举例的啊 拉到里息 拉 它还是这个拉到米息了 它还是息 这个息呢 就是看你怎么用了 拉老生你息就太软 不成 太软了 还得横 还得精神 这个息呢就叫泛音了 你得拉出泛音来 所谓泛音的就是 这个手指头跟鞋啊 不能摁 摁死了 是虚的 你看 这摁死了 我就没问题 它出来就泛音了 耳 是不是啊 这给人感觉当作 这个有精神 你要没这个 这息就差一点 这是它爱用的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 李穆良不仅参与了 沙家邦 智取威武山等新戏的编曲 还把自己多年的操琴心得 集结成册 出版了 李穆良操琴艺术团 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受家庭的熏陶 李祖明从小就喜欢京剧 至今 李祖明仍然对学生时代的经历 记忆有心 可以跟你说我这儿到了魔争了 我太喜欢这个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偷偷地在家练 我父亲有演出了 我后去早回来 为什么我不能让他看见 他上剧场了 他前出门我后都出来了 好在团里人都认识 剧场门口也认识 可是马先生戏全是满 我就跑那个 那个楼上它不有灯光吗 那上的有歌就那儿看 反正不能让我爸爸看见 戏还没完呢 我得赶快地先回来 是这么样就这么喜欢 看到李祖明对京剧如此着迷 李穆良决定 让儿子学习操琴 然而他并没有把李祖明 留在明家汇聚的北京 而是把儿子送到了山西京剧团 我父亲当时一看这个已经这样了 那就干这个吧 就给我跟人提出来两个条件 跟人领导陈呢 说第一拿最低的工资 第二 一定要签户口 你就得下决心 干好了 别考虑什么 把户口签走 您就那儿练去 你按学员呢 从头开始拿最低的工资 他的用心我现在体会就是 你别惦记这儿 北京有我这儿 您先别回来 您先练去 彻底把你的那个户口都给你签了 你是不是在那儿 你这里一心一毫干 虽然李祖明从未正式跟父亲学过琴 但是从小耳濡目染 让他在北京的票友圈里 琴拉得是小有名气 来到山西京剧团不久 他就成了剧团里的主力情势 无论是文系 武系 还是古典系 现代系 李祖明都来者不惧 除了平时为演出伴奏 李祖明还参与了《三上陶风》 《菜厄与小凤仙》等 十几出新戏的音乐唱腔设计 会的戏得多 听得得多 根据剧本的要求 哪个腔用这儿合适 还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又不能出了边 你别编出来不像戏 像歌也不成 但是你完全太把那老腔歌里头也不成 因为他那本子都是现代的 这一点呢 因为我在家倒是 我父亲也跟我 教我这个编唱腔的规律 他这有一套规律 西皮是西皮 二黄是二黄 反黄是反二黄 反西皮是反西皮 他这个上句和下句 老的音儿不一样 你说我跟你举一例 就说那个沙家帮的制度 那三人对唱 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熟悉 可是呢你把那个愣给歌里头也不成 那是二黄的 这又变西皮子了 吊式第一不一样 人物不一样 对吧 时代也不一样 1980年 李祖明由于成绩突出 被调入中国经济院 在父亲的引荐下 李祖明先后想汪本珍 江凤山等老一辈著名情师 学习情意 与大师面对面的交流 让李祖明对情意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咱们这个胡志好外子 分都在这儿分 这只手 什么我们老讲什么叫尽头啊 这是尽头 这 这一字是短工的还是长工的 完全不一样啊 那怎么能一样呢 我见过杨茂中 杨先生呢 家里怎么拉 太阳怎么拉 什么汪本珍 何珍信 王瑞芝 就这些大家们 私下怎么拉 因为我父亲是这么样的教导 我说这个个人的 有个人的特点 十个手指都还不一般齐呢 别光死学我这一个 全得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这个剪接和那个录音过程中 我也是很小心的 第一个是尊重 我保持一个尊重传统 第二个呢是 有创新别瞎创 得合理 第三个点 就一定得有这个时代感 你不能说抱着那个一成不染 因为京剧是发展的 发展了你才会有 现在这个刘泰和京剧 如果要是不发展 就不可能有这些大师们 他们要活到今天 他们也一定在不断地改 还有一个呢就是 一定要让年轻人 起码点入门 不一定非得让人爱得跟什么似的 起码入门 这是咱们国家 这是一个国宝 是个溃宝 我应该起码得理解它 略微有个粗简的了解 除了拍摄京剧电影 李祖民还尝试着 把京剧和西洋乐队 中国民族乐队进行融合 进一步丰富了 京剧音乐的表现力 虽然目前中国的京剧 还面临着很多困难 但是李祖民坚信 只要与时俱进 不断改革 中国的京剧 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民族